為在六下鄉順頭騰槍內地的二三五 環境教育列寧新華館 是以最新領館機閣應用作為主題 電視地領館的技術和設備 配合在地鄉土的教育 只作是嘉義館來 各種和國小的學生 在畢業進展一定要前往學習的地點 為著要了解到關來德南的流程 嘉義館的翁莊是特別到現場來視察 實際來體驗到參考的動作 也希望可以當作嘉義館來 由這個環境共有政策 華東當中有和國社學生 請主介紹多行結合人員和生活的作品 就以介紹去環保金融 各好人氣等更新系統 先追分在丁丁創意作品 並跟安館長作為體驗 合同遊戏 請求是透過人力發展 騎腳踏車三人電力 進一步保護營業 東安館長騎上腳踏車 重點兩千萬元的時尊 經濟在海洞熱烈的江山 儲備的活動 專注去分開 蒜頭堂場在品格義學院的旁邊 我們有一個力能生活館 我們特別交代教育處跟環保局合作 這個空間怎麼樣未來變成小朋友上課的地點 包括認識整個力能 或是電能的轉換的一個地點 所以今天特別來這邊做視察 看看他們做得怎麼樣 那這個空間當然我們希望他可以在未來的教育 包括小朋友的基礎的科學教育裡面 正變成是一個可以去做展示 進而能夠去做介紹的館 那看起來老師們是大家都非常用心 我們希望再更強化更細緻的整個流程上的一個設計跟規劃 讓整個的觀賞的動線跟這個有趣味性可以更強 那我想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的一個場館 觀眾眾人特別是教育處跟環保局看教育處合作 幾位近上市的流程以及近流程的參觀動線 進行官來的活動遊覽的處理性 既盤中235環境教育在林林生活館 到作為最佳的學習地點 學習可以進一步實施在林林以及登林的轉換 透過地南開催以及這個活動體驗學習 自生活當中就是基礎科學教育 三位新聞專輯先來講蔡鳳報道 謝謝大家 我說每次苏元長來教育 就是要教育開打 就是要教育精神 要教育繼續往前走 一年的12月19號 宣布要促成嘉義有科學園區 那今天來宣布整個科學園區 所挑訂的地點跟未來的發展 科學園區啊 這一塊積木擺上去 等於整個龍宮大縣架後能夠完成 我想9月5號對嘉義來講 會是一個未來永遠必須要記得的日子 在15年後30年後 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重要 因為今天的宣布 代表嘉義往龍宮大縣方向走 今天 條件已經不夠了 我們 高天 就教育設施 故宮南烈 也整個已經發展起來 我真的知道 這樣一大發展 會速度對落教育的勝負 百多公的教育 要讓教育更好 我們自己要讓發展起來 所以今天 我們在這裡選擇 嘉義科學園區 落教在太保 謝謝大家